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施刑法 在今年西斗公约消除对妇女却行事歧视的公约也都要已经上路了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人权是不是真的启动了非常遗憾 不只是我们的委员们的言行 可能在一个性别盲的情况之下也都不小心可能去伤害到某些的族群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小心 所以呢在这里本席建议 我们应该在立法院尽速的依照西斗公约 所规定的应该要在立法院设立一个监督西斗公约的一个专责的机制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信守公约 另外我们也看到人民的居住权跟财产权 这是一个普世的一个人权 也是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里面所规定的也是世界人权公约所宣示的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整个一个都更的一个过程 最近来所谓的这个争议不断的跟都更的问题 很多的居民他住的好好的 突然一个都更说你家要被拆了 甚至呢政府也用这个所谓的都更条例的这样一个规定呢 来要他献起走路 要他抢拆民宅 这样的一个事件呢 造成人民怎么样 人心惶惶 那我们来看看都更的到底什么叫做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他最主要的是说 鼓励民间参与协助政府来改造市容所采取的一种行政措施之一 他不是宪法上的一种强迫人民你必须要绝对去遵守的义务 所以呢 政府呢 他不能够来以消极的来妨害行使他人的一个权力 用透过政府的一个公权力 透过多数决的暴力来抢签 要求你马上走路 把你的土地拿走了 把你的房子拆掉了 所以呢 那对于都更呢 那甚至呢怎么样污名化这些不愿参与都更的这些人说 你就是死要钱的丁子户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们要求我们说 当这个房子对于这些不愿意都更的人而言 因为其实他不只是一个居住的权利 也不只是一个财产权 其实他更代表着他的一个历史的记忆 所以呢 当都市更新只剩下建商用怪手来铲平老旧的房屋 抹去原有的都市纹理 重建高楼大厦的时候 我们的城市将成为一个没有记忆的城市 谢谢各位